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单飞来了 我是单飞 欢迎来到先进传说 守护永恒大案 这一期266呢 在1月8号开始了 组队竞技的第14个赛季 它有修改了部分的设定 开赛时间一样是在 每周六的8点到12点 这次的时间持续为4周 更新了商店兑换 跟赛季结算的奖励 天赋点严重的调整 在开赛前即可申请全部的天赋 无需对散解锁 所以就是你一开始 就得把所有的点数全部点满 就不用像之前打一场 才解锁一点这样 好 单飞在这一期的配装上 跟上一期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还有很多部分的装备 还没有到位 因为现在正在远古的装备 交换的期间 装备没有在做其他大的变化 所以这一期也是 稍微做一下伤害的记录 如果大家想知道 单飞目前SP列的装备配置 可以去看我这部影片 里面有些介绍 那之后如果有更新到 比较好的装备 获得更多伤害的装备的话 会再重新做一期影片 分享给大家 这一期的话 这一期跟下一期 主要是做伤害上的记录 好 那如果大家对 这一次的对战有兴趣的话 可以帮安飞把影片看到最后 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好的分数 更好的成绩 你对你的本身的机体 有更多的投入 当然会获得更多的回报 好 那就影片开始 是 是 的 《前方》 《前方》 《劇逸》 《前方》 《 murder》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次攻击 2 2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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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主要就是記錄一下單飛目前的紅石傷害 對於之後的成長做一個紀錄 感謝這次一起對戰的夥伴 謝謝你們 也謝謝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到最後 目前在剪輯第二週的66影片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贊訂閱分享出去 還有點贊以後請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收到單飛影片上傳的最新通知 我也會不時的在單飛頻道的社群裡面發布一些新的消息 大家一定要記得關注我 好那我們下期見囉 大家掰掰